中国农历新年除夕夜 全家处于聚餐 其乐融融 遇到任何事情都需要用开心的态度对待 亲密关系充满激情 月亮进入水瓶座 处于无相位状态 内心渴望更广泛的天地 情绪平和理性 不会太过在意他人的想法 火星与凯隆的和谐相位 则可能会让人比较容易 为自己发脾气或伤害他人 找到合理的借口 火星与木星和金星组成的小三角 则带着相互学习 彼此刺激的味道 对待那些阴暗面也会多了一份 包容与和谐 Bu akşam seminerimizi canlı olarak mobil uygulamamız üzerinden yapıyoruz